哇兔子来了 好了我们 好了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 晚上的这个先上课 今天是PBL 我们先总结一下 然后再讨论一下下一周的这个安排 好吧 那么正好也聊一聊 这次PBL呢 主要是用Cursor在编程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 很多困难呀 或者是这个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很正常 我们先让这个老三老大 还有谁做了的 咱们给大家分享一下 把你们的困难也分享分享 还是说已经解决到什么程度了 老三重新做了一个是吧 哇塞太厉害了 这么一会就做了 啊 啊今天今天 嗯 啊 嗯啊今天 就是一个小程序的那种那种啊 3D的那个嗯的大头杀类的那个游戏吗 嗯啊啊只不过他这个是好像就是不可以 就是使用这种3D的一个呃形式然后就是展现 嗯他呢我就是 我呢就是他呢给我吃了很多就是他有分类的什么啊界面 ui 啊 还有什么啊地图什么都给我代码都一个打好了 还有什么啊哎哎那个anan那种人机 嗯还有一些什么的应该an单独化一个 嗯他基本上就是嗯把就是把这把我说的一些什么需要的都给添加进去 就是唯一就是找不到可以运行的一个东西我就问然后呢 就给他一块一块给你的 对他一块一块给我的他就是他不能不能直接运行就是他说 有你占门了一个我 你硬然后呢 我打开了啊 然后那我就给他 啊啊等一下 哎 给我找一下 啊 啊 反正我就是问的 啊 就是可以用什么软件来就是呃 呃呈现就是运行这个这个代码然后呢也能给呈现了呢 就我去问他 他呢就给我 他就给我推的 给我推的 给我推了一块 啊 这个 这个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这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就给我推的 就是你说的那个吗 啊 这个这个东西呢我就是他呢就是 啊我就问靠的吗他就先让我怎么打开了 啊对 他呢就是让我添加 模块嘛就是 添加模块就是 然后我就变到他上面那个模块就模块他有 有可以进下进你的简写中文 然后可以就是增加这个模块里面可以添加中文 然后呢 也可以把那个 就是比如说你要上架什么软件呢 比如说你可以上架就是iOS就是这个就是你 其实你要做iOS一个呃这个软件吗 然后勾选上的还有安卓 还有网页只不过网页我我那个没找没找到还有反正还有一些的 就是他可都都可以那什么 嗯打开就是他这个软件是上面把科斯做的程序给他发布到的平台上去 对只不过就是我呃看了看不懂 嗯嗯 啊 他这个呢就是 呃就是他可以还有还有就是很多一个 嗯 什么情况 啊嗯这是个记事本啊 嗯啊这是 嗯这不是记事的 嗯嗯嗯嗯 嗯嗯等一下好啊现在就讨 嗯 嗯嗯然后呢就是我把我我把我那个这个 的这个叫什么我忘了啊 反正就是给他捣了捣捣入进去了 他呢就是他说就是哎又见就是 就是创建一个那个东西吗 这只不过是我没找到 就是他就只要是他跟我说 只要把这个代码给 就按这个开始 只要就是他就能把一个 大概一个都能给导入 就是把那个比如说 人物的运动 你可以把它导入到一个方块上面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绑定一下 那个代码这个运作 他就可能把这个方块移动 也能就是像那个我们 玩电脑 玩电脑主题的什么 都都不是W前进 然后S后退吗 就是像像这样就能给他设置上 只不过他这个我就感觉得和 怎么说呢 和和优异5差不多 只不感觉是要比优异5要 怎么说呢 优异体 优异体就是 就是要 也感觉是要 要简单一点 那优异5是真玩笑看 那你们做的那个成果 是什么样的 就是 就是 没有成果 就是我想就是我给他创码 就想让运职员运行 只不过他我以为他能运行的 他那个职业能自己运行 只不过他运行不了 你你做的是一个3D游戏吗 3D大场圈 他给的规划 就是他那种人机 什么 然后呢 就是还有游戏的框架 还有一个界面UI 还有什么游戏设定 什么他都给我写 都给我写好了 那现在这个项目可以打开吗 在网页端 嗯 最难打开 我都不是 嗯 那那就是你们昨天做的 那个双人的游戏 可以部署成一个链接吗 不能 算 不能 不能为什么 因为他要让我自己加什么东西 加什么 让我自己替换那个面接 呃你有看我那个讲书后面 有一个部署的 用的一个vercode的一个网站吗 嗯 没有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做东西不要做的越来越偏了 就是要一个先把一个问题解决 然后我们再做新的 啥时候 我早在上次我们做pbo的时候 然后那个老三应该有看完那个视频吧 后面 就是那个cursor的那个视频啊 对吧 后面是不是有说把那个呃 上架的网站 对 是的 就是那个东西 对就是我跟大家说的东西 我我我之前都有讲过的 然后我给大家发的视频 大家一定要去看 就我的意思就是 我昨天跟大家讲 就是 先 你先把这个完整的 这个呃流程给他跑下来 你先可以给他做成一个可发布的链接 再加上一个二维码很简单的 对 然后我们再想去做3D 不然的话你这个东西没有结束 开始3D 又开始新的一个问题 然后又没有结束 又又结束不了 就是有有点这种这种 但是 主要就是 呃 今天我主要是没 那个 就是 你你想是我们怎么了 就是 嗯 合作了呢 就是 他就是主要是我今天 就是今天我们都是自己 自己 自己 嗯对就是大家的心态所我是完全觉得ok的鼓励的 只是说对于 那个 我就说作为一个项目给他结束吗 我们给他结束掉是这个意思 但是做新的探索我永远都觉得很棒 ok 对 嗯 今天啊 那那个正方一样 嗯 他给我发了什么 连着连着另一个 显示器还是什么的一个 模式 对 嗯 差不多就跟那个老三个差不多 比如快速直接能引到两件大 啊 就可以运行对 就是另外一套的东西了 一个对 麦可老师应该知道我们的意思吧 对 对 知道了就是先从一个简单的路手先把它做出来 然后呈现 嗯 因为科色其实可以写很复杂的程序 也可以很简单的程序 我明天出个高楼 把这个指导给搞成网站 没有没 主要是我现在不发现是 怎么有一个场景啊 我现在都也看不到 现在也看不到 那你直接跟他说 我我不知道这个场景在哪里打 然后他会应该会跟你说哪些网站能播出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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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我们现在因为老三要做的这个其实是有难度的 他要做一个大逃杀的游戏 那他就要比一般的游戏其实要复杂很多 其实 那他可能要部署的话 他刚才被人家 是给他推荐的优逆 嗯 嗯 体跟优移5 对 优移体其实是优移5上一代的一个做游戏的软件 对 他里面有很多建模 也有一些编辑游戏逻辑的那种什么工作流之类的 对 但是他 的那个底层没有优移5更 就是他属于 对 他是用的很多 在开发游戏里头 就是你们看的游戏 除了最新这些大部分是有你体做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像那些什么非法那些是他们自己的 但是一般的游戏都是Unity做的 对 对 以前有凶偶的人很少 那Unity的开发他就是他首先建模 每个里面每一个3D的东西都得去跟建模软件建模 然后去弄 然后包括你们以前那天不是用了一个AI建模吗 把一个2D的转成3D的那些东西 那都可以导到Unity里面去 但是还有个点 就是Unity里面那个程序 比如说你变到后面游戏复杂的时候 设计关卡那些东西的时候都得编程来完成 就是我碰到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我射你一键 这个键射到你上会怎么样 你得用代码来完成 然后虚幻的最大的好处就是虚幻5 它有一个蓝图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用蓝图 对你不用写代码了 你可以说我这个键射到这个对象上 然后它就会发生什么事 它难度会简单一些 而且虚幻5的表现形式 或者是有一些这个3D的效果 要比Unity 就是做出同样的效果来 要更容易一些 Unity也可以做到同样的效果 就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来说 你看虚幻5里面做的那个黑神话 你们看到很多那种场景 记不记得 然后这次那个是追溪啊 还是去那个去陕西玩的时候 他看到了虚幻不是看到了黑神话里面的一个真实的场景 是吧 外什么店叫啥 水路庵 水路庵 对 就是你们玩游戏里 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场景 有一个有一个很多 在哪里 黄梅 黄梅那里 对 然后它里面用3D扫描的话 就把那个场景直接搬到了虚幻5里面 但是如果同样的东西要用别的方式来做 那就费了老件 我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原来兔子做过下载过一个程序 就把整个纽约麦哈顿的城市方圆 多少平方公里的那个城市都下载下来 然后可以在里面设计游戏 如果那个工作 当时我记得一个腾讯的这个游戏的团队 他们说如果让他们做同样规模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建模 因为它每一个东西都要建模嘛 他说至少得200人花上大概两年的时间 才能把这个一个城市建出来 可是用虚幻的那种3D扫描的那种技术 可能几周几个星期就可以完成了 就是它代表着新的技术和未来的趋势 它在这个方面是很有它的优势的 比如说有一个技术就是去年奇迹在研究的 就是把谷歌地图里面的 就是我们不是有那个高德地图吗 国外有个谷歌地图 他把谷歌地图跟那个虚幻5连在一起 你就不用建地形图了 他那个地形图都是真实的 从谷歌地图里头直接取出来 然后大家用3D给它渲染成游戏场景了 就等于说你在真实的世界里玩游戏了 对 就是我们交给大家都是最新的东西 就是我跟麦克老师 反正大家一直都在研究最新的 对 可以从如果要做大型游戏 就用虚幅出发 然后现在有点又倒退回去了 就是说那我用你提开发一个对吧 我觉得他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还有就是说我们不要避重就轻 我我我这么觉得 因为因为我们昨天说好了不就是 做两个东西吗 但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做出来 然后我们又心想了一条道路 然后这个东西就一直没有做出来 就一直在做新的我觉得这样 就是很多时候我看大家有时候就 啊没有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 对我觉得还是先把它发布成一个 可以让很多人访问的一个链接 这对于以后都是很有用的 对 对因为我们自然那个用Cursor做完 AI的一些小程序 我们最终的六脚点就是要发分成一个 微信小程序或者各种小程序 这是肯定要做的东西 好好那我们下面让老大来分享一下他现在做的 对 反正我吧我今天就是还是要还是在搞那个就是链接的问题 对然后然后我也用了昨天那个图子说的那个 这个蔡GPT那个连的那个Cursor的那个专属为AI 然后我就问了 然后但是他说的那个问题我又看不懂 然后我又上抖音哔哩哔哔哔哩上去找 然后就是也没有去说准确到就是教你去怎么把 本地的这个链接改成那个网站链接吗 对然后就是也还还在卡在这里对 我发的是银银银号 哦哦那我看那个好了 在哪里啊已经看到后面那个部分在好好看一下 怎么办啊 对他的原理就是说把它属到那个给他的上面 也是很好的 康库 你把文件上去然后再转到这个 呃一个网站上 等一下 我会信你打啊 这个是这个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我喜欢这个话 哎我哦 我追求你我那个 我把20 你穿过去吗 这叫重极的吗 我不会 F是攻击 G是横 哎这是重极 哦啊 这怎么重极 这怎么重极 那我们是一次 好 这这位是 等于就是那个 你吃了一个老家 不是什么 这种东西 那是他那个吧 那是他那个吧 你这不干了吗 他妈我是不是让你什么站打的东西 哦对对对 我一聊 我记者上 你对这个几床是一个 十分开箭 就可以给你对 你不把你一个人玩 俩人玩的 那他俩人怎么说过 所以 就是一个是方向键一个是 啊 对就是 对 对 啊 那都不是 懒得还手了但是没打过 我跟你讲 怎么怎么什么是攻击这个呢 啊 这个是移动箭吗 然后 还要是攻击 k 是防御然后这是重极吗 啊然后我就这样 等一下 哎走不动了 要不是什么动量 有点操作不习惯了 放电哎换来换去还是我赢呀不玩了 换换电 攻击一下减那么多点 重击一下减这点 这减的还是血量吗我想我 来吧你去 这几十天来说哪有关系的画不到 这个东西我给他画不到 这个我呀对啊 对你很想的画不到 手机呢他用什么电操作 就是手机上他这个就不行了 因为这是双人游戏 他只能在电脑 他也不是说单独的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账号那种玩家形式 对结果我没提醒后了 你再往下做的话 你手机端的 对吧那写一段你又要去 绑定去手机键 又要做这步骤 对 所以你说目前就先 就这样 如果说要总那个的话 我估计要搞服务器吧 去搞那你怎么样连机吗 你要跟人机玩的话 他就人机站的不动 你打开 手机端的话你不能单人啊 那单人呢你每个人的账号 都不得 有那个不小人了 去我我的想法 就是你跑通这个流 然后对 对我我我知道你的意思 对 那如果你要刷的话 你把连机要 对连机的话那就麻烦了 那给你皮皮皮皮皮 气口球 对了 我赢 反正就是说这游戏 如果做3A大众那种游戏 他不好做 还不如直接就是 又用这种软件 先做那种小游戏 直接卖给抖音就好 抖音小游戏多的很 然后就看广告 插广告给你装备 给你好装备 对然后一个广告30秒 你就赚吧 一赚一个不自身 他俩他俩玩小游戏 老三和老五玩小游戏 一局一局小游戏20关 打的又特别快 他能看五六个视频 不是吧 这广告能接多少 一接广告就有钱责 你就给你看照的嘛 你妈妈老三今天用我手机 看了62个视频玩小游戏 人家能赚几百块呢 百不值了 对啊 你就一个视频 就一个人就看这么多 你想想别人动摇动摇 动摇动摇 动摇动摇动摇 动摇 啥 动摇动摇 这么专一个道理 其实这个抠呢 就是这样 我们对这个抠字的话 他跟单独做游戏 也可以去跟别的软件链接之后呢 就抠色属于一个后台写编程 然后呢 那个另外一个软件 就是前面的那个展示 对对就是我们还得去 把它部署和把它应用起来 是另外一个 对就是可以 可以跟别的软件一起联合 一起用 也可以说让抠字自己做 都是可以 好 就是我们要把应用这段跑通 把应用跑通了以后 就可以去市场上去 去那个啥了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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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这个 展示的就这部分 线商的 我看有没有小伙伴要展示的 波波不是波波了 bbo你这边有展示的吗 你昨天那个那个 数据没做是吧 做的还没弄完 还没弄完 半成 因为他那个编辑器 我对他 是他里面的编辑器 但是我这个编辑器 V6的版本 我会用那个V4的 因为我能找到教程 只有这样V4的 但是那个V4的 不照成 我也不照 去 好 好 没有V6的教程 对 那就是因为他那个 就是他就那边其实不行的 但是就是他是要调教 他的歌迹 他的一个人生 哦 但是我没有姻缘 然后我下次就 可能做到 明白 没有姻缘 做不了 嗯 好 继续在奋斗中 我们的时间在 他的这个数据的道路上 还在 奋斗 你在苹果上 你在Windows上 用哪个音乐 要变成他 用哪个 弄哪个音乐 编辑器 用哪个 还不到编曲的 还没有到音轨啊 什么那些的 好 好啊 好啊 王教脸也在做 是啊 是啊 还在做一个签选 吃饭 对 去跳舞 没办法 有了吗 有了 有了 一个 还没有了 再跟他说 那再看这个AI聊天对话框 点完啥也没有 再去跟他说 现在点完是一个灰色 个人照片那还什么都没有 我们随便选一张放上去 嗯看一下不错 不过个人照片太小 现在 AI 那我们可以试一下 现在这个是一个假AI 那我们再去把功能实现 这里呢 他要放的时候最好是一起看 不然的话到时候又说 这个东西我又花了很多努力 给因为大家遇到问题 我都想过了好不好 好 要有AI对话 我们就得去调一个API 什么通意签问 百度文心 Kimi 海罗都可以 对 我因为刚刚冲了质谱 我就去考一个质谱 那我到这个质谱的big model上 去把他的接口文档 直接拷贝给Cursor 我们也不用管他是怎么调的 就让他按这个写就行 请按这个帮我写 OK 接受 对 他会有一个 无论是什么AI 他都会有个文档 对包括扣子也有文档 他怎么打开 嗯 我能怎么打开这个这个地方吗 就是比如说他去补青岩 就有点像扣子 我们不是有个文档吗 他都在主页面找到 主页面就是有个可以接过其他 对对对 豆包啊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这边有个接口文档 那你如果你看不懂 直接就发给他 对吧 就很那个 直接问他可以直接问他 问出来了 就是他有的你像Cloud XHPT这种的 是要需要你花钱去买他的AP 那就花钱 对就是你要花钱去买他这个AP 他能接到你这个 呃 扣子那个Cursor做的对 对对 因为他接AI 接 不同的AI 他的那个代码的那个 指令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呢比如说你要用 现在对于我来说 就我只要把这个东西跑通了 你要充钱是ok的 对吧 就是你不要因为充钱就 就是现在一个什么充充不充钱 那你你想把它这个测试调通 你先接一个免费的也可以吗 那我就在我那会找了一个免费的 但是没有 嗯 那没有的话你就再换另外一种办法 你把一直把它做通 对就是我的意思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嗯 嗯 接口文档直接拷贝给Cursor 我们也不用管他是怎么掉的 就让他按这个写就行 请按这个帮我写 ok 接受 然后他又要求我们有个API key 那我再去质朴这里拷一个API key 我直接连key也发过去让他写进去 当然此处担心密要泄漏的话自己去 他还要我引入一个酷 哦那当然是让他自己听他上去 对就是不懂的话就让他 ok 再去试试 嗯 嗯能对话了 来看看是不是假的吧 让他讲个哈利波特的故事吧 嗯他就这个水里面给揭上了 嗯非常好就是慢了点 但是我希望这个对话窗口 不是一个弹出的窗口 而是在这个页面上的 好的 ok 然后再整体检查一下 这个页角 这个页角都是海外的社交媒体 这不行 然后我希望下面的社交媒体logo都改成 好再看一下 那光摆在这没有用 我得点进来得跳转啊 所以把我的链接都拷贝了过来 我希望悬停在这些图标上的时候 有变化 然后直接跳转过去 ok 那基本的框架呢就这样了 大家可以去继续去丰富自己这些什么 关于我呀 作品集呀 什么的 以及发挥你自己的产品设计想法 它大概率都能实现 那会写代码的朋友呢 其实还可以去试用这个cursor里面 选中区域对话修改 以及它的代码补权 包括它这个终端报错 也都是可以直接对话的 那我们呢就先顺着把它免费部署好 对免费部署好 利用github和vsell一键部署 非常之简单 对 就是这个东西 这里呢我们需要有一个github账号 去注册一个即可 然后呢我们登录进去 去新建一个代码仓库 写上一个名 在仓库里面呢 直接把我们刚刚这个文件夹 给传上来 对就传上去 然后呢我们再去vsell的官网 直接选择用github账号登录 我们再点击新增一个项目 再导入仓库这里 我们直接选择 欢迎来到我的网站 就可以了 那这个域名呢 大家转发给朋友 就可以访问到了 当然你想自己改域名 或者是你有自己的域名 也可以去这个地方 去给它修改掉 另外再说一下 我通常呢 只想给大家分享 人人可用 而且可用度 对 然后还有就大家平时在做的时候 就比如说 你想给它部署成一个公共的一个 网站的话 我个人觉得像这种最新的 你就去b站小红书 油管上面先去找最新的 有没有这种方法 对新的东西就先从网站找一波 可以这样子 对因为像像那种教程可能 ai 可能没有那么快去说出来吗 ok 我想这样子就ok了就这样 就是把这里水淋淋的搞定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兔德老师最后也补充了一张 那个 那我们下面就是要讨论一下我们那个 下一周的那个那个安排吧 对因为那个大家觉得这样好像 这个因为前两天搞那个活动嘛 啊 最近这个这个又这个小火老师又感冒了 可能身体也不太好 对 然后大家可能就会觉得有点这个松散 咱们讨论一下从下周开始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个想法和计划 就是我们重新的就等于说呃 我们玩的时候就直接玩这个这个这个 自己提升自己专业技能的时候就是玩命提升 就把这两个互相不 不要老打架 不要老冲突 就是说哎呀玩的时候有别人说你别玩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等这个做项目的时候 由来想着老想着去玩两把啊 这样我觉得不太好 对然后今天呢 老大特别有责任感啊 特别有责任心 老大着用跟我说说这样 这个慢慢下去最后就是 自己感觉提不上劲来了啊 大家也感觉提不上劲来了 所以说就建议从下周开始我们 换一种试一下啊 行不行我们先试一周看看效果怎么样 对那下面要不老大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想法我们 你在你那开麦 特别好啊 其实今天我找麦克老师聊 然后呃其实也就是大概的一个说了 然后就是细节那一部分还没定呢 对啊 但是今天聊的就是说 呃因为这个周吧 反正就是啊 每个人的状态都不是特别对劲啊 对就是比较特别松散 然后就是啊 学习方面就是也没有什么劲吧 然后我就感觉特别难受 所以说就跟老师讲了一下之后就说 不行的话就从下个周开始是什么呢 嗯 就是说啊 为了就是白天有时有精气神去 呃做这些PBL啊 就是说啊晚上是10点睡觉 然后早上是6点起床 对就是啊 因为平时的话我有在吃那个退黑素 就是他有那种少年版的 就吃了之后呢能注意你睡眠吗 因为平时我们呃之前可能熬夜熬习惯了之后 晚上突然睡的话睡那么早 可能不会特别习惯 所以说 就吃这个 对吃了退黑素之后呢就是 第二天起来了之后呢 就是起了特别早 而且一点困嘛 那就有精神去搞这个PBL 然后就是6点起来先呃出去运动运动 之后呢 回来再吃个饭 就就是没有课程的那个具体的定定时啊 就说呃如果说今天这个PBL啊我上午两两个小时就完成了 那我剩下的时间我就出去玩 对就是呃 差不多就是说我做完PBL我就出去 然后基本上也就是不去触碰这些电子游戏吧 也就是呃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说 把这个每日他这个游戏的这个日常啊什么事给做一做 就是不去玩对局啊 然后就是平时短视频也就是如果不相干的短视频也不不刷 对如果说是PBL需要的话就呃去看 对就是游戏这块可能就是要先放一放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方式吧 可能会把我们状态就是嗯短时间内给他调回来 不然的话这种状态我感觉学也学不好玩也玩不好对 然后就是呃这样差不多对 我玩的时候你怕觉得说也然后就是出去 因为他呃现在就是呃 可能就是大家都比较爱玩就是虚拟网络 但是他有些东西接触不到在网络上 而且很多东西网络上他也没法告诉你 只有自己去试了才知道 所以说我就想说把PPL搞完之后直接就出门 就是只要不搞作业就不给家闲着就出去去啊 接触一下新东西也好是怎么着 对就是去寻找呀就是体验更多的东西吧 对啊 那个我我我可以说两句吗 对因为我跟你们的年纪非常近嘛对不对 然后呢我也是我也是从小玩手机玩到大的啊 啊然后啊后来我大学四年到大四要毕业的时候 我想玩呃就是我突然就觉得我我不知道我的人生要怎么走了 对因为我就是一直也是我我以前也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的嘛 那后来有段时间我也是说啊不行了 然后那个时候我做的什么就是我觉得有用的东西 就是说手机可以 如果有坚定的意志的话可以就三天就不要看 因为平时也没有什么要去交流的 我们平时也能够去沟通的话就就是给自己三天的时间啊 就是先隔绝电子设备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你你做一个PPL做东西 就像我们之前做计划要每一天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就是比如说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上一周做的那个PPL到到这周就没了 就是他没有一个结果也没有一个落脚点 我们不知道我做到什么程度了 就很多时候你的迷茫是你对手头上做的东西不是很确定 比如说小到说这个PPL你到底有没有做完 到底什么叫做做完对不对 有没有看完纪录片然后再做成这个项目啊 大到说你做这个PPL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意义 就是你能不能赚到钱对吧 或者是说如果你就是想在商业上进步的话 那你应该坚持哪一些路 比如说执行上日记是不是还一直在坚持对吧 起码坚持三个月或者是你有没有看一些新商机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你要记录你每一天的东西 不然你就会断掉断掉你就会对人生产生迷茫 因为你对你做的事情是就是一种不知道不清楚的状态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说呃我觉得这想法非常好 就是集中的去玩集中的去学 然后就是说你比如说PPL做完以后 没有手机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这么几件事可以阅读 对因为阅读他是可以让就是反正我就说我自己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做到就不一定是要做到就是 读书写字 为什么写字就是那个九云老师其实之前给我们做很多练习啊 他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真是最好的会让自己先静下来 啊就是会让我们看看更深奥的书 让我们去做一个小程序我们会坚持的更久 这是一个坚持的新的那个动力吗 还有就是可以打扫卫生 就是怎么说呢在你没有电子产品的时候 啊在你没有出去外面玩的时候就是你把你房间布置的美美的对吧 啊这里收拾耐收拾像tifan一样去外面摘几株花放在房间里面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的把自己打扮得香香的 就这样子吗回到生活当中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说 忌妒每天自己干的什么然后最好是三天断绝电子或者是两天电子断绝电子然后去 打扫打扫自己 就是今天也是聊了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吧如果说要搞的话肯定是大家都要有愿意吗 对吧然后如果说就我说的话他们也不乐意也不行 所以说就 嗯 就今天的话就是聊的就是说就是大概是这样 然后大家就是说跟他们聊就是如果说哪哪一块不满意的话 就直接就提出来嘛就是说比如说啊 白来说的是就是电子设备就是这个周就不碰了啊 就下个周不碰嘛 然后但是呢老五说就是说那日常呢就是他想还是想做一下游戏日常 我说那那就是说呃可以做日常但是呢就是除了日常之后呢就是不要开对局嘛 对然后呢就是呃不要玩就是只是做一下日常 然后是今天是就是说呃基本上都统一了就是老三可能觉得哪一部分还没有搞就是觉得不咋 呃和他意吗 然后就是说呃再有说嘛 然后就是随时更改 因为他们可能不太习惯不太喜欢就是啊直接把一个东西都定了 然后到时候搞的时候又难受的时候他就可能就直接就是放弃了你知道吧 就说就可能会随时更改就是可能呃我们聊的时候是这么样的 然后呢可能他有时候又是觉得这个不好了可以随时更改但是 主要目的就是说为了短时间内把状态调整一下 你这样的话就是说呃 比如说我的pbr和老三的pbr做的快 然后我们做完了就去帮老五和十三做 然后做完了集体出去玩 就是谁也不能辣就是一体一起就是玩一起学习嘛 对然后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不会被辣下 而且就是说呃大家都不能学 因为这个比如说这个coser 对吧这个AI编程这个东西说实话呃 刚开始弄肯定是麻烦的对 然后你要问题可能这个问题就像麦克老师说的很简单 他今天跟我讲了 但是呢你作为一个新手你就不知道他哪出了问题 对所以说就是大家一起去探讨吗 比如说你的pbr这块出问题了 大家大家就一起去聊聊一下该怎么解决 然后我的pbr就出了问题 然后我们在一起去商讨这个怎么解决 而不是说自己做自己那样的话就是呃 有时候可能会感觉很无力吧 因为身就是一个人去搞枯燥无味加上 就是说没有头绪 因为这个问题一出来啊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说我就说实在不行就大家一起 一起就是搞这个pbr 对 然后就你不懂的就是看看怎么解决 我不懂的怎么解决 然后玩的话也是一起玩 就他们可能就是在出去玩这个地方呢 可能会觉得有点麻木 就是说嗯 就要去逛景点啊或者那种地方就是去很无聊吧 他们觉得我就说啊就是啊不定一下就是不定去哪玩 就是走到哪算到哪走到哪玩到哪嘛 对然后就是说在这方面就是为了接触更多的东西吧 因为现实中的东西肯定是要比虚拟网络上要多 而且网络上啊刚刚也讲了说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告诉你 对你还是要在现实当中去接触到你去体验了你才知道 对这个东西是什么样不然的话别人到时候问你是啥你都不知道 是吧很多东西你都不去了解的话那肯定是不行的 而且说这种学习状态就是你来这了也没啥鸟用说实话 就就这两天这种状态就感觉真的是特别特别难受 就是要不就是睡到大中午要不就是也平时就是 PBL也不搞是什么也不搞就是起来了醒了之后玩游戏 对那种状态我就感觉非常的不对劲 就是说如果说这种状态的话其实我觉得还不如在家里或者在学校 也是一样我说来这里就是大家应该也知道是来干干啥来的 对就是说改变一小部分之后换取以后更多的东西我觉得 就你可能现在的就是我们某集体的某一个决定可能就 改变未来的什么赚钱的机会什么你说如果是像现在这种状态的话 我感觉赚钱还是挺遥远的对就是如果说现在就要改变 然后把状态调回来之后呢就是对学习这方面就是有有有足够的冲进的话 我觉得就是以后的这个不管是学习也好是赚钱也好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让你去尝试 对如果说你有了钱之后你再回头来玩游戏对吧像老五玩的那个什么火影忍者 他买一个人法铁就他就是为了完成为了得到那个角色他需要完成很多任务 和时间精力都要放在那里面我说如果说你把状态调回来了你以后就是如果赚钱的机会多了吗 对吧那你现在的话就是说你以后的话就可以直接就是这个角色一出来 你就可以直接买掉他而不是说花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游戏上面 对就可以就直接就把它拿下你喜欢的东西你直接拿下不需要耗费你额外的精力 对就是可以这么讲就是你换东西可以不用考虑价格了 对不然的话你现在玩游戏什么的还要考虑考虑这个怎么能不能买是什么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学这个东西可以变现的话那以后就是说你玩游戏 就可以实现你就是想搞搞啥搞啥想买啥买啥都可以包括生活方面 对那我就说这些吧 好咱我来那个老五我问你件事你上上上前一阵做饭攒了多少钱了 都买零食吃了 没有啊游戏啊 啊游戏啊 爽不爽啊 老朋友一天还了 我听兔德说买了好多零食给我们吃 是不是啊 好我们简单说就是老大这个想法特别好 那我们我现在能想到点啊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我们从下周开始 我们先比如说我们一周我们先说我们一块做一个游戏 或者一块做一个能够发布的东西出来 这样的话呢大家更有我觉得更有动力 而且更有这个积极性 然后呢就遇到问题可以一块商量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在通软件学院给你们找两个老师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疑难杂症啊或者编程上的一些问题啊 就是可以直接就是在这个编程上可以问他 因为啊就是作为你们最后最后的实在不行的办法 也可以作为一个备选 但是呃我想在你们克服一定困难之后 后面可能都不需要他们了啊 对再一个就是我前面说的 比如我们一起做一个一个可以发布上线的东西 比如说举个例子啊 你看比如说当时兔的老师做的那个AI老师还记不记得 就在一个虚幻五的场景里头 有一个人可以走来走去可以说话 对吧 然后呢那个老三在做的里面是一个可以做第三人生打斗啊什么的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一种 就是把这个那个文件大概一个多季嘛 对吧打包出来 其实我们没有按照游戏去做 但是我们按照游戏去做 是不是就是类似于一个 游戏的一个雏形了 他能不能卖钱 或者能不能有价值 取决我们做的好不好玩 对不对 假设里面那个人物形象我们换一个 那个形象可以随便换的 这个这个兔子老师会告诉你们怎么把里面的形象换成 你们想要的明星也好啊 武相也好啊 你把这个特朗普放进去也行啊 你把你把老五放进去也行啊 你把谁放进去也行 反正那个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 然后呢在里面我们就要设计一些游戏的好玩的点 对不对 比如说里面就是个杠精 我们的游戏就是你要是能杠过他 你看你的本事 看你的杠精级别是几集 对就是那个豆包上也有 杠精是吧 测试你那个你的这个实际屋内 还有测试这个 太太伟光正了 好吧 但是就是我们就搞一些搞搞怪的 就是不违反法律也不违反法规 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正经的那种游戏 就是一玩就是那种 但是呢小孩们都爱玩 大人小孩都爱玩的那种东西 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微信里出的 什么杨了个杨还记不记得 那东西男的简直就是没有人性 但是我一下就火了 就因为他男的没有人性 谁都过不了第二关 那大家就想玩 就这个大概这个意思哈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就直入主题 我们就去想一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水平能做的啊 不能弄一个太复杂的 说咱做个黑悟空咱也做不了 对不对 咱做一个简单的 对吧 也不是简单的就不能玩 那杨啊杨 其实那个从难度上来说 也没啥难度 他就是个平面动画游戏 2D吧 2D 3D 火变天 我呢 简直疯了我他那个 好 他其实游戏上非常难度 但是他把关卡难度 射成了非常人能够接受的方式 但是他就靠这一点就火了人家 好 那我们这是我的一个设想啊 就是我们也可以是游戏 也可是个软件 也可是个应用 也可是个AI的小工具等等 就那天那个 我今天跟追悉在说 就是这个可能有点 嗯 就是怎么说 比如说 被爱陪聊 对不对 我们都知道有虚拟男友 虚拟女友 或者是这个情感陪伴 心理咨询 法律顾问 是不是都可以 那我们把AI给他接上 接上一个人 接上一个我们 比如说各种明星啊 各种明星 没事你不要怕他来告你 他告你的时候咱再说啊 他说你侵权了 对AI 或者AI什么法律也行 是不是 AI家政 AI这个情感咨询 心理咨询 好 我这个程序里面就一个人 对吧 就像咱们的AI老师呀 就一个人 但是他后面接着AI 可以用语言跟你自然的交流 就这一个 你说咱不不多卖 一个卖几块钱 能不能卖出去 9块9 就不不不 不不 有新的模式 来开麦说 开麦 你没开麦 来这说 就是就是说 那个就是很多 那个快9朋友 他就是有一些广告 然后推荐你玩这个游戏 对 就是说这个你点开他的链接 他只需要一分钱 然后你去买的时候 发现这个商家投入了 但是我们会这样 就是说把那个定成一毛钱 或者说一分钱 对 然后上面就会有很多 你你买的人多 对吧 你这个你买的人多 那肯定钱就赚得更多 实际上说你这个价格很低 但是你多了 那钱就多了 对啊 所以说你要是把钱定的 但是呢 我们一样就是能卖出去 对 就是先保证能卖出去 对 对对对 让很多人用是很关键的 越来越多能用 而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技术实力 我们有技术这个能力 对吧 我们也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尝试一下 我们看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觉得我们这一周 我们就啊 没日没夜的啊 就去把它干出来 要不你没了手机 没了啥天天无聊的 也很无聊的 我们就看这个一星期 能不能把它蹬出来 上线 礼拜五那天晚上上线 赚钱去啊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 咱就休息玩 咱们试试 对这个这个也是我今天那个就是分享的 就跟老师 迈克老师讲 就是说我之前有上班嘛 就是平时上班的话 如果不加班就是五点下班 然后我就是会就是飞快的去洗个澡 点个外卖 然后就开始玩游戏嘛 然后我做那个游戏的话 我会玩那个游戏的话 就是会一边跟这攻略一边做那个游戏任务 但我还能我还能在这种情况下 我还能再玩几个小时游戏 就是我经历特别充沛 对对对 就是说反正就是 就是如果说这个事情非常紧的话 你整个人的节奏又会加快 你一加快的话你就会 就是全神贯注的去会做这件事情 如果说太散的话 就是注意力我觉得不太会集中感觉 对 那那我们就就是每次的那个PBL还是 我们比如说我们想做这个东西 我们下周就啥也不干就干这个 对我的意思就是想因为 我们给我们干完之后下周再说PBL的事 哦对我的意思是 你即使是就是 就是周三然后呢到周五 不是周四想干事是吧 我如果说但是呢你前前面周一 刚刚做了对 我这样就是我就说就是 就是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 这样做分就静下来先做 我只能说静下来先 就好不容易去做一件事 你即使是说隔一天你这样隔两天 然后做另一件事 我还是就说要不然就是一直这样做的一个事 要不然就是说你不做这个事干另一个事 真的要不然我我我我反正是就是 那我们就试一下好不好 那我们就试一下好不好 我们下周就干一件事 我们几个人就做一个游戏 对 我觉得我们一周做个游戏比PBL更牛逼 对我也加入对我们都加入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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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啥游戏了 对我们我们也设计 对了就是要问一下十三 该说就是AI去训练他做一些提示词吗 然后十三你是不是有玩一个什么AI 他聊天的那个你是一直在玩的 对就是十三本来 那种东西了 对我们买了 然后再说我刚刚才去看 我刚刚才了 怎么刚刚才 你可以介绍稍微介绍一下 你不要说名字吗 没有没有没有对 也有笑话 你跟我说 就是就是你是不是跟他聊聊了就 就是就是十三他他有说他 他自己玩一个AI软件他就有充钱的 就像培养那种 所以 他们家在哪里 新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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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不是 反正 这系 这系也也玩了吗 快手上来走一段都挺火的一个软件 就是新业 新业 新业跟Galow是我之前用的他俩的自己家 对 他那个也需要做VIP 不是的 那个Galow是也 对 还可以 哦 新业他需要做VIP 你做VIP也是挺好的一个段时间 对 我觉得就是当时兔子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东西 你叫什么哄哄哄哄哄什么哄哄模拟器 就是类似于那个那个人就做了一个哄哄模拟器嘛 就模拟哄自己的女朋友看你那个哄女朋友的等 等移是多少 然后一下就火了好像是用AI就用AI来做 AI模拟一个女朋友生气了 然后你模拟他男朋友你来哄他看你能不能哄好 是吧 然后他就用你 一下就火了啊 就这么很简单 其实 那个 啊 你做了一个什么游戏啊 我们设计了一个AI 全AI游戏 全AI 这是我们当时是想的就是想做一个全AI游戏 我们下周可以去讨论一个就是我们想做一个持续性的就是我们几个人持续做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不断的去打磨不断的更新越做越好越做越好 让他每每每每天每个星期都能变得更好然后 然后 啊怎么样 啊 明天就开始了 明天就开始啊都不用等他相信去了 哇塞 快别喊 哇塞 太厉害了你们都等不到下周一明天就要开始了 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 那我们有意见吗 不只有一 不只有一家 那我投票也得占一票呢 线上同学 线上同学 薛以涵同学 薛以涵是不是已经被他们的热情已经给整蒙了 不是老师如果你们下周做下周做游戏的话 那我们我下周是不是就没有作业了 你也参与进来啊 多好玩啊 我怎么做呀 到时候他们会给你分一部分工作 让你做 嗯好的 远程做 怎么样一块做参与进来 嗯我们做一块做个游戏 让全国的人都可以玩 好 我们从简单的开始啊 一开始先别整太复杂的 太复杂的让咱们整出挫败感来 下次就不敢不敢玩了 先整个简单 对先做一个简单的对吧 可以有好玩又简单能上线的 你想当年你记不记得那个愤怒的小鸟还记不记得 那游戏其实并不复杂 就是一个弹弓一个 对啊 像超级马力那样的 对超级马力 还有那个植物植物大战僵尸 简单吧 周嘉珍你想想游戏从从画面到规则到技术上 其实你现在想的多简单 嗯 后面还是3D的 哦对那对对对对 但是 对但是都不如他最开始经典的那个东西 包括包括俄罗斯方块还记不记得 对吧多经典但是全世界都在玩 对吧 所以说我们就要做一些这些东西 我们可以让AI把咱们设计你知道吧 把我们想去的AI 你给我设计一个很有可能能全世界流行的游戏 又简单又好玩 真的又简单又好 是吧 对我可以 对 还得结合 结合你看 结合手机触屏 你们记得当时有个切西瓜的游戏 玩不玩过 那时候刚有手机刚有触屏 水果忍者 对切西瓜对不对 我靠那简直火变天全是 很多人当时买苹果手机就是为了切西瓜 其实因为别的手机还切不了 大家 人家还有球链 你自己的苹果手机 对那时候苹果刚有触屏的时候 好我们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的手机带触屏带什么应用 现在手机还有那什么什么各种重力感应器 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设计一个看类似于能将来能够像 俄罗斯方块一样火遍全球的游戏 是新型的 往里面火遍全球 对你知道以前我玩过游戏 以前火遍全球比较大 现在火遍全球比较大 因为以前 玩的东西少 因为就是以前的资源配法 对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那些机房战 什么东西都有了 对 但是仍然可以 我们结合有哪些东西要告诉你 我们可以结合我们的灵性的知识和AI的知识 设计一款游戏 我回去找一找 有一个我们当时在这个 就是我们那个里头 有一个人他上到了高维 上到了那个维度上去 那个人告诉他的一款游戏 特别好玩 就是纯好玩又智商 我举个例子 我这个大概我现在想不起来具体的 这个例子就是说 你在一个山洞里是一个迷宫 你碰到的每个人 他给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忘了啊 然后呢你每到一个岔路口 你就要问他是左边还是右边 但他给你的回答 好像是怎么我忘了啥规则 反正 那个游戏我回头找一找 就是超 超超简单 但是又超好玩 既考验你的人性 又考验你的那个 那个那个智商 又考验你的情商 还有考验你的这个 啊 判断能力 对对对 所以我说了 所以看参与 我回头得找找 我都找不着这个东西放哪了 他当时他给我 我说了 一个高维的智慧游戏 嗯 嗯 好了太好了 行 那薛义涵大叔我们设计好了 就是在说 在去你看群里头啊 我们把把那个同志先发到群里头 好吧 好 好嘞 嗯 嗯 好呀 我 明天就先开始吧 明天开始准备准备 预热预热 然后 就是游戏设计呀 游戏规划呀 选择哪类游戏呀 然后我们从哪开始做呀 这些工作就得花好长时间 然后等下周一开始 我们就甩开膀子大干了 嗯 怎么样 中间都早会吗 可以吧 十三可以不 可以的 你像你玩的游戏那天 那些 你玩了很多那种 很烧道的游戏 都可以借借进来 一些好玩的点 哦不不借借借借 借借不是不是都搬过来 啊那就做点弱智的游戏是吧 弱智游戏 弱智游戏 老三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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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三一会儿垂死你 啊老三老三发表不同意见 老三其实反对这个方案 老三大胆的发表达自己的观点 老三说我不想参与 你整的这个跟神经病似 打败 啊 谁去跟老三 谁去跟老三喝顿酒吧 老三给说说服了 老五 啊 你能说服老三不 老三 不能没有你啊 你可让我传递大神啊 不能没有你啊 对 没有你啊那怎么火啊 一一顿烧烤就解决的事 不行就两顿 我请客你买单 就喜欢这种好卖性的 我请客你买单 你不是有小金库吗 现在 没有小金库 那小金库 你做一顿上一百多一做一顿 我小金库已经被偷空了 完了完了完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对 都被他骗的我 太坏了 他都他他 他能骗你的钱 哦 好吧 嗯 嗯 那那个 对 没事 老三的 我们尊重老三 老三真不想参与 就不参与 但是我们还要争取一下老三 晚上跟他这个啊 要要你想让我们争取你还是想让让我们离远点 滚滚滚滚远点 老三你看老三说看你们的条件 看你们皇军给什么条件 没事 嗯 我们尊重老三 我们也也要争取老三啊 那这个 这个 同时都可以啊 嗯 那我们今天就 就会上就先这样吧 然后 薛义涵有展示的PBL吗 现在 你上次的那个 他他做了吗 薛义涵 嗯 嗯 没有老师 我没做 没做 那个 Cursor的那个编程那个东西 你是不是还没开始学 嗯 没开始学 行 那如果你周末有时间的话 你就把那个兔老师发的那个视频 就是怎么用Cursor做个小小小程序或者小游戏 然后把它再发布到一个链接上 让别人可以打开链接就可以玩你开发的东西 那个你把那个视频看一下你照着那个做一下 好 哦 周末你有有时间吗 你是不是周末还有好多课 应该有吧 周六 周六好 那个视频链接你他有吧 我现在就发 好 兔老师已经发群里了 嗯 好的 来 兔老师来 哦 我没听见 没没事 可是我发的信息 然后可以 也太得好 好的 好吃 肉厚糖特别好吃 嗯 好 那那个雨晗你就 薛雨晗你就试一下啊 嗯 因为那个用AI编程 然后再把它发布出去 还是感觉很爽的 我们下周其实也做类似的东西 只不过我们要做一个更好玩一点的 更更更复杂一点的东西出来 但是大的原理就是你那个视频里 兔子发的那个视频里的东西的一个延伸版 就是下次要干的 好嘞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到这吧 那我们 就先到这 谢谢大家 我们期待明天开始啊 干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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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